214 香港商報 憧憬納入SDR 人民幣下半年走勢趨勻 2015年7月15日香港產經A04貶值危機 香港商報信 記者林德芬報導 內地上週出招救市後 市場恐慌情緒一度從股市蔓延至人民幣等其他金融資產 市場更全民指人民幣畫面臨貶值危機 而當舊市漸建成效後 人民幣匯率趨穩定 分析認為 為了爭取將人民幣納入SDR 內地會努力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 人民幣對美元全年有望見6.18 在內地外匯交易中心 美元對人民幣在案價 昨日收報6.2089 交上日升5點子 反映人民幣匯率未跌 主要因交投淡靜 分析員估計 由於中央政府維穩態度堅決 估計美元對人民幣在6.21水平有較強支持 短期匯價會雜幅波動 人肯作召開第二季度禮會後逆址 會保持適度流動性 期望實現信貸及社會融資規模合理增長 降低社會融資成本 進一步推進利率市場化及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 保持人民幣在合理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人行只會續實施穩健貨幣政策 不過 市場憂慮內地持續減息 或增加人民幣貶值的壓力 在內地頻頻救市 市場恐慌情況高漲 一度有傳聞指人民幣畫面臨貶值危機 對此 本港市場則仍然看好人民幣走勢 認為要爭取人民幣納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特別提款權 全球儲備貨幣藍紙 內地絕不會希望人民幣大幅貶值 調人幣下半年溫和升值 最多可望升值2% 東亞銀行023貨幣及利率交易部高級市場分析師 賴春梅接受本部訪問時表示 雖然從內地經濟層面而言 人民幣極有貶值的風險 因內地經濟仍然疲弱 出口信預期等 但相信今年人民幣受政治影響遠大過經濟影響 預期人民幣全年會以穩定為主 他俗稱 由於內地爭取將人民幣納國機會的 SDR全球儲備貨幣藍紙 調內地當局會努力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 不允許人民幣大幅貶值 同時 IMF將於8、9月密集式研討是否允許人民幣納入SDR 到11月初財會正式公布結果 這段時間令人民幣更不可能大幅貶值 不過 美國加息預期 令美元偏強 人民幣對美元也相對會走弱 因此 人民幣下半年會溫和升值 估計人民幣對美元全年建6.18 百里好金融研究部董事黃耀明則指 上週內地大跌市 市場或有抽資情況 但從跟一情況內看 人民幣走勢熱趨穩定 目前處於牛皮格局 他認為 人民幣納入SDR與否 短期滑回左右人民幣走勢 若人民幣被納入SDR 可謂感上添花 為人民幣國際花帶來鼓舞 但即使未能納入 也不會對人民幣匯加帶來太大衝擊 並與其人民幣全年牛皮 對美元全年建6.1 全年升幅最多百分之二 黃耀明說 人民幣匯率了三個月內或漲至6.13 另外 瑞信亞洲區首席經濟分析司徒 東於最新報告中也指 人民幣匯率持穩的預期下 瑞信調整未來三個月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預期 至6.14條至6.13 同時 瑞信維持離岸人民幣對美元三個月後 將貶至6.23的預期 但實際價位低於該水平的可能性偏大 該行認為 後期仍有可能面臨幾波人民幣貶值壓力的來襲 但預計在岸人民幣匯率存在干預 可能會使價格保持在波幅上限下方 1.5%至1.5%附近